温哥华美与生活 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 麦特一家的完美旅行又开始了 还没开始旅行了就完美了 这也太能忽悠了 也许完美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大的完美 对 我们这次呢 是差不多两个月的 加拿大 英国 然后还有一小段法国之旅 我们先开车 开它五千公里横穿加拿大 从东到西 从西到东 然后再飞个大西洋 还没飞过大西洋 多值得期待 然后再整辆车 在英国转开两圈 然后在法国登陆 哈哈哈哈 罗马迪的路是吧 差不多 离罗马迪还是五月了 想着就充满期待 而且这一路还有若干场的比赛在等着卖 对 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出发 然后今天的第一天就有一场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呢 是在路上一边比赛 带卖比赛 让我们一边旅行 但其实旅行是占预告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这个呢 主要给大家先来个预告 我们这些路上呢 也会出时间给大家直播一下 然后呢 直播一下我们去过那些好玩地方 给大家做的参考 给大家做一些好看的视频 今天我们有那些风光优美的半夫啊 是吧 然后呢 草原三姐妹啊 还有牛仔节 我们这次在卡尔加里 还会正好赶到了 全世界最大的牛仔节 哎呀 好玩的也太多了 不好意思 回彼生开始咯 回彼生开始咯 今天第一站是哪啊 白天要打一场 白天要打一场球 然后我们继续向本府的方向前进 这边有一个漂亮的阿斯波的这个 这是北京跟中央的农业产品生产草莓 像个道友的 像是生产草莓吗 对这块有一个草莓大标志的 看不到的商品 刚才看到了一个牌子 那我只要是觉得看着这身背疲劳 就一个人看着看着身背疲劳 对现在这没身背疲劳之前先赶紧看看 也有一点点影天啊 这天打球才舒服呢 现在是6月30号 那的话是6月30号的早晨8点57 今天卖的小朋友的ttime是10点09 还记得他在高尔夫上和打一场相机 再打完了这直奔班府 哎呀 幸福 不是下降的吗 对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这条路线呢 我们会再有时间的话呢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 大家有什么想关心的呢 也欢迎跟我们留言 然后呢共同来来一个完美的夏天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月 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很安心,你看他脸 我们刚才在球场停留了大概四个小时 然后我们是从早上八点出发 然后现在是下午三点 那我得放大了,下午三点 我们现在就向卡普洛斯进发了 大概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 但是球场可能就是 科尔特斯雷和克拉夫球场的餐厅还是不错的 我们大厂就让我再餐厅吃冷餐 只能推荐的就餐厅 好